马尔敏是歌坛公认的大姐大,然而对于她的私生活貌似很是低调。 据悉,著名歌星马尔敏和老公是2002年在一次工商界举行的酒会上相识。 一位相熟的朋友把马尔敏介绍给谢志坤,之后两人开始秘密交往。 在2003年低调结婚,现在育有一儿一女。 2004年女儿出生,2008年儿子出生。 多年来,马尔敏的婚姻生活十分低调,孩子的生父一直被正式曝光。 马尔敏甚至曾经表示过,一辈子也不会把自己丈夫的身份公开,更严的外界猜测了人。 知名博主长城国贸曾在2012年爆料称,马尔敏的丈夫名叫谢志坤,为中职集团董事局主席。 其集团主要从事金融、投资、矿野能源三大产业。 近日,有消息称,在2012年服务司中国富豪榜上,中职集团实际控制人谢志坤家族,以35亿元财富名列第38位。 谢志坤是现任中国光大集团执行董事,副总经理兼光大永明人寿董事长谢志坤的弟弟。 并且,谢志坤曾在中职集团当时所在地的光大银行黑龙江分行任职,其后曾任光大银行副行长光大证券总裁。 就此事,有记者致点马尔敏方,到目前为止,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